好,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很高興今天來跟各位分享這個主題 那麼人生只有一次啊 我們應該怎麼過這個人生啊 才可以免掉很多的後悔 我想這個是不只是家長所擔心的問題 每一個社會人士不論你是哪一個年齡 哪一個階層、什麼地位都是很關心的問題 那麼一個人的人生可以說很多追求 比如說你的財富、地位、你的名譽 還是你免滿的家庭、溫暖的親情 還是你的愛情等等 那很多的課程都在教你怎麼追求這個 怎麼滿足這個 可是呢,當能不能達到這個目標啊 萬一有幸達到這個目標 那就算你達到了 那麼卻沒有人教你怎麼樣在這個幸運得到以上所說的這些追求目標的時候呢 你該怎麼自處啊 才能夠避開在這種站在枝頭上的鳳凰 你怎麼避開你的坑坑洞洞啊 才不會受到隱藏的傷害 或者是繼續保持你的美好 甚至呢可以受到人們的敬重 這個沒有人教 就教你怎麼追求呢 很多人教 在得到的時候 何以自處 沒有人教 所以很多的後悔就在這裡發生 比如說一個人富貴之後 不是你追求一輩子嗎 得到之後呢 那暗然下來的很多啊 這個 身淚俱下再下來的也很多啊 身名囊極的也很多啊 為人所唾棄的也很多啊 對不對 好不容易才上去 上去怎麼自處 沒有人教 這個事情有一點像什麼 像現在好多人都急載的 要去考大學對不對 那寒窗苦讀十年好不容易考上 考上之後呢 是不是就沒滿了 然後就可以好好讀書了 就可以求高等學問了 是不是應該這樣 結果沒有啊 考上大學之後就開始打電動 就開始熬夜 看電腦看到三軍半夜 隔一天八點十點 還不能夠去上去上學 不是很多嗎 完全相反 那 從另外一個方向來說啊 人生怎麼遠離 貧賤啊 遠離人家的看不起 屈無 怎麼遠離孤單等等 這個是每個人都想避開的 可是問題是人生不如意識十之八九啊 萬一呢 萬一你想避避不開 卻沒有人教你呢 在那個時候如何自處 才能夠避免這個傷害擴大 才能夠讓你呢 從谷底翻身越來越好啊 或是 在這樣的逆境下 甚至你還可以贏得人們的尊重啊 這個呢 也沒有人教 所以現在的社會 就有點奇怪 那麼多的補習班 在教大家學這個學那個 那麼多的家長 花那麼多的心力啊 希望我們的小孩呢 以後啊成龍成鳳 對不對 可是呢 這個社會上 當然有的人成功了 有的人呢 站在枝頭上成鳳凰了 當然是有的 那有的人沒有成功啊 有的人呢 卻在社會的最底層 這也是很多的 但是呢 上去的怎麼自處 下來的又怎麼自處呢 上去的也無悔 下來的也無悔 究竟要怎麼做才能夠達到這樣呢 沒有人教 但是古正先前有沒有人講呢 到處都是 現在有沒有人講呢 沒有人講 沒有人教 哪一位父母你花的錢 是砸在這方面 這上面的呢 當然我們希望你 你放很多錢 在培養你的兒女成龍成鳳啊 但是萬一沒達到呢 何以自處 萬一達到呢 何以自處 達到也無悔 沒達到也無悔 有沒有把一分一毫的錢 砸在這個上面 怎麼樣去避免掉未來 隱藏的坑坑洞洞 哥你想想看 現在的人學才藝啊 學鋼琴 學書法 學各種的際關係的相處 學各種的運動 學起碼 學射箭 不是每個人都在學嗎 然後學校要求我們多才多藝 然後這個也補那個也補對不對 現在的學校不錯 現在教育界有發現這個錯誤 但是事實上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學問 不反對你追求任何才藝 不反對你學習任何行業 但唯獨呢 要提醒各位要專注在 不論你是在順境逆境你是在高位還是低位 你可以無路而不自得 你可以掌握一個訣竅 可以自處 不會天天生活在憂慮之中 生活在恐懼之中 生活在奧偽之中 各位如果我事實上有這樣的學問 你覺得值不值得學 你覺得你的小孩 應不應該上一本這樣的學問 如果我年輕的時候知道有這樣的學問 三更半夜都要把我的小孩送去學 我覺得這個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課題 也是最有價值的教育 它應該是安排在最上等的學問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解決真正人生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人生這麼多人受教育 不可能每個人當老闆 沒有辦法讓每個人當CEO 沒有辦法讓每個人奧運第一名 各位對不對 排在他們下面的是不是更多人 那如果上不去就要充滿著奧偽的話 那人生到處都是奧偽 不是這樣嗎 那怎麼樣在上面的人可以自處 不會受到高處不勝寒的傷害 那在下位的如何 不會自己覺得屈無 那這不是很重要的一個人生的學問嗎 我想我們只要提起說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 只要是一個中國人 只要是一個華人 沒有人會反對 去到外國都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 那既然文化博大精深 多簡欲凡的學問 只要把這個訣竅掌握好 它就會管到你生活方方面面 管到你人生方方面面 讓你過一個無悔的人生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就不配說是世界的文明嘛 也不配說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那既然是如此 那古代無數的聖賢君子 在中華文化 遠遠流長五千年裡面 難道沒有聖賢在這方面 留下可貴的經驗 可貴的叮鈴嗎 那當然是有的 那他們的叮鈴是在哪呢 人生有這樣的學問是最重要的啊 那他到底在哪裡呢 這就是古聖賢賢所留下的經典理念 所尊尊教誨的一個東西 你說啊經典經典這麼多 讀到什麼時候才讀得完 各位他博大精深必定有一個 守檢欲凡的學問 如果不是守著簡單原則 而能夠駕馭非常多的方面 那他就不配稱為博大精深 然後當然有的人會說 那幾千年前的這個經典 現在還能用嗎 各位如果我們要來探討說 現在這個怎麼樣做這些科技的產品 那當然古代的這些經典都不能用 但是如果我們來探討說 怎麼樣避免別人的忌妒 那這個忌妒五千年前七千年前 人類的忌妒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來談說 富貴的時候怎麼自處 那現在的富貴跟以前的富貴是一樣的 富貴的人會驕傲現在驕傲以前驕傲是一樣的 富二代無所不為現在跟以前還是一樣的 就是說從人類的貪生吃愛 從人類的喜怒哀樂 從人類的欺情來說 從人類的心理來說 這些經典幾千年前跟現在是完全一樣的 沒有任何不一樣 七千年前的人怎麼忌妒 跟現在的人怎麼忌妒一樣的 忌妒的東西不一樣而已 七千年前的人怎麼憤怒跟現在的人怎麼憤怒一樣的 一個人內心充滿慈悲 五千年前的慈悲跟現在的慈悲是一樣的 幾千年前的人怎麼陷害人 跟現在怎麼陷害人工具不一樣 但是手段心態都是一樣的 所以各位你說幾千年前的經典 現在人不能用呢 是絕對可以用的 為什麼 因為經典不是教你怎麼樣做半導體啊 他不是教你怎麼做手機啊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當然他現在就不能用啊 他是教你怎麼面對人 跟怎麼面對自己 當然是可以用的 那在經典誰寫的呢 就是對人性透徹了解的聖賢君子所寫的 對自身有透徹觀察 對人性有透徹觀察的人所寫的 對宇宙的真理 有透徹觀察的人所寫的 那他們寫下來什麼東西呢 就是告訴我們 在各種順境逆境下怎麼樣 無路而不自得 不論你成功也好也無路不自得 不論你失敗也好也無路而不自得 你不只是可以自處 你還可以贏得人們的信賴 人們的讚譽 在悠久的歲月之後呢 還很多人記得 我們現在在現代 古聖先言有好多 以前也不是真正富裕 也不是說有多高的地位多少的財富 但是卻讓我們銘記在心的人 那不是很多很多嗎 對不對 那如何自處才能夠達到這樣無悔的人生啊 那我們不聽聽那些過來的人講 不聽那些聖賢有智慧的人講 那我們到底要聽誰講呢 所以這個就是讀經典的 它的可貴的地方重要的地方 各位舉個例子吧 就像你要學跳水啊 那你要跟誰學 現在都知道說要跟全紅蟬學 對不對啊 如果你要學跳水 有一本全紅蟬寫的書叫做跳水的訣竅 值不值得你去把它買來翻一翻看一看啊 值得吧 再舉個例子 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做股票 有一本索羅斯寫的 他一生的精華 這個做股票賺錢的訣竅 值不值得你坐下來花個幾天的時間 好好的把它透徹的研究一下 當然是值得的 專家的話不聽那你要聽誰說的話 那如果我們今天對人生有疑慮 而對古代的聖賢智者所留下來的話 比如說佛陀 比如說老子 比如說孔子 他們所留下來的 對人生的哲學 哲理的指引 那值不值得我們靜下心來好好看一看 值不值得你去書局買一本書回來 你好好的研究研究 到底人是怎麼面對自己 如何自處的 如何處事的 那這個重不重要 為什麼各位一直講處事 你擔心的是 老師可不可以告訴我 明天股票怎麼賺錢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事業怎麼經營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愛情是要怎麼追求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家庭怎麼美滿 小孩子怎麼教育 各位你是不是滿腦子一直想問這些 可是古聖先賢沒有這樣分 他是告訴你如何處事跟自處的原則 為什麼 因為剛剛所說的那一些 都離不開跟人接觸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一個人今天在荒島上 那就不必學這些了 如果你只有一個人也不必學這些 今天之所以為什麼我們人生覺得 順或不順我們跟誰比 我們跟人比 為什麼你覺得你被看得起 你被看不起 你跟誰比 必定有人跟你有相對關係 所以人世間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怎麼自處跟別人來相處 所以何其有幸 我們有五千年的悠久的這些文化 然後古聖先賢何其多 留下了千經萬點 經典雖多 但是如果有心人 你仔細去研究仔細去看 你會發現一個事情 他們指向共同一個原則 他們在講同一個學問 他們在闡述一個共同的根本 完全一致的根本 他們原來發現 他們原來發現 人生 怎麼過一個完美的人生 是有一個根本的學問可以追尋的 大學裡邊說 物有本末是有忠實 之所先後 摺盛盈盈盈盈盈盈盈 所以物有本末 凡事要做得好 都要先掌握到它的根本 你看我們要種一顆樹 要種得好 要長得好 種了一個菜要長得好 你看它的根本重不重要 它的土壤重不重要 它的肥料重不重要 如果沒有根 或者是根不沾在土裡 那任你怎麼會中呢 成果都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那個根本是最為重要的 那麼人生的根本到底是在什麼 那你跟人說 那就是要炒股票怎麼炒啦 那又是要賺錢怎麼賺 開公司怎麼開 這反正老是大家又一直往外追尋 我們看孔子怎麼說 孔子在如意裡面說 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 說君子為人處世 在這個世上要過一個無悔的人生 他首先他要專注的目標 是在自己的身上還是別人身上 是在裡面還是在外面 他說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 都是在自己的身上來做起的 大學裡面說 自天子以至於素人 一事皆以修身為本 他是告訴我們說 從天子到素人 就是從你最高貴的到最悲賤的人 如果你想要過一個無悔的人生 從哪裡開始啊 都是以自己做本的 以自己修身開始的 從你的身上開始改變起的 修身就是改變自己啦 當然改變到一個對的方向 我們就稱為修身嘛 好 那到底從你自己的身上做根本 那你要如何做 大家都知道要從自己身上做起啊 那你要如何做呢 那我說 那不都在經典裡面啊 經典這麼多 我要從哪裡看起啊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說 經典都在說什麼 那麼在論語裡面啊 有一張啊 孔子跟這個子貢的對話啊 孔子說 是也奴語餘為多學而視之則語啊 他說 是啊 就是子貢 他說 你以為啊 我是學很多很多東西 然後呢 才變得這樣觸類旁通的嘛 然後子貢都說 然非語 他說 是啊 然後頓了一下想一想 不是嗎 非也於意以貫之啊 孔子說 不是的 我找到一個根本 那個根本透徹了解 透徹的運用之後呢 就展開來 就是這麼多的學問 所以孔子可以三師書定禮樂 對不對 孔子可以寫如意 孔子 你各位看過孔子演義嗎 這個人問他什麼 那個人問他什麼 對答如理 我不用準備啊 孔子下面七十二個賢人啊 各位七十二個賢人像什麼啊 就好比現在的博士的博士啊 你以為子貢 你以為顏迴是什麼樣的人啊 就是像現在最聰明的那些博士 孔子一個人 下面聚集這麼多人才 七十二賢人啊 三千弟子 那些都是正人君子啊 都跟隨著他 沒有三兩三怎麼可能 能夠有這個效果出來 大家都非常佩服他 為什麼他能夠懂這麼多 然後 他就跟這個子貢這麼說啊 因為子貢想學孔子也到處學啊 他說 你認為我是學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累積起來 所以才變成這樣觸類旁通嗎 他說不是的 我是找到一個根本 這個根本呢 弄懂了之後呢 就觸類旁通 這個根本有很長一串的美麗名稱嗎 沒有 聖賢也很怕把東西弄得很複雜啊 就讓我們齊路亡陽啊 進得去出不來啊 到處都是岔路 他們最喜歡把學問弄得很簡單 歸類到很單純 那麼 在論語的學兒第一章裡面 第一篇裡面的第二章 各位我們都知道第一章是學兒時期之不義岳父嘛 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的 在第二章裡面呢 就尤子曰 歸君子物本本利而道生 孝替也者其為人之本欲養 各位這個話非常的通俗 平常 大家讀起來不痛不癢 實際上呢 是論語的第一句話 學兒時期之呢 講了一個最重要的做學問的一個訣竅 它到底是什麼呢 有機會各位聽論語的時候再來講 因為它展開就太大了喔 第二句呢 就是告訴我們說 這些學問要圍繞在一個什麼根本 那這個什麼根本呢 一下講得太深呢 大家就忘了卻步 可是我們可以從很平常的方面來入手 哪一個平常方面呢 他說 君子物本本利而道生 孝替也者其為人之本欲啊 說君子做學問一定要先找到本 就像我以前一樣 我以前在研究這些經典 看到論語就頭痛 為什麼頭痛 各位 對不對 論語有二十篇 對不對 一篇裡面呢 有一小段一小段 每一段都是不太相干的 到底要怎麼樣做學問呢 把它全部給背起來嗎 一條一條 每一條講到這麼多不同 雜七雜八的事情 多累人啊 對不對 孔子一定是知道未來的學生有像我這樣的心聲嘛 他說君子物本本利而道生喔 君子學學問先找到根本 根本確立了呢 它展開就不得了 就是博大而今生 那這個根本是什麼呢 他說孝替也者其為人之本欲 各位這個重點不是孝替 重點是人 因為什麼呢 因為孝替是枝葉 而人才是本 所以孝替也者其為人之本欲啊 就像一棵樹喔 人就是那個根喔 那個孝替是它的幹 它的枝 那這個孝替我想 各位我們今天在這裡就不用解釋了 在家庭人倫裡面最自然的 這種家庭的人倫啊 對父母的孝 對兄弟的這種親愛 有愛 敬長 叫做替 他就是學人的這個根本 那重點就是說 那孝替是做人的根本 那重點是孝替還是人呢 重點是要為了完成那個人 這個人怎麼做呢 從孝替呢 可以體會 所以孝替的學問說 無道一以貫之啊 說於一以貫之啊 那個一是什麼呢 論語的第二章 其實就給我們一個昭然若結的答案 就是一個字而已 叫做什麼呢 叫做人 說一以貫之的那個一 用一來貫一切 用一來貫一萬 那個字呢 叫做人 他沒有很美麗的 深邃的 長串的零食沒有 他甚至只容縮到一個字 就已經概括全部的學問 就叫做人 各位 我們讀金剛經 起碼喔 說金剛經 整部經在講什麼啊 講阿諾多羅三毛三部體 如果我們翻譯成中文 起碼說 無上正等正確 是不是一大串 高聲的不得了 孔子希望每個人呢 上至下餘對他都有體會 下餘看到他不會忘而卻步 絕對不可能做得到 上次看到他呢 覺得不敢輕視 因為他很深邃 所以呢 在這個五千多年的文化裡面 有哪一個字最能夠代表孔子現在所要說的這個學問的根本 而可以經營出任何一個人無悔的人生呢 那個學問就叫做人 我們看論語的第十二章 有一段話 只曰克己赴禮為人 克己赴禮我們就不展開了 反正就是從自己身上 克己赴禮從自己身上就可以恢復出這個人出來 一日克己赴禮 天下歸人焉 天下歸人焉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天下所有的人 就都可以掌握一個手簡欲凡的學問 有一個根本的手簡欲凡的學問呢 可以作為他的依歸 然後說為人有己而有人乎哉啊 他說要把這個人 這個根本的學問做好 是從自己身上做起的 並不是從別人身上得來的 所以這個人這個字啊 可以說是人生學習的一個根本 是一個教育的根本 他是一切事上是是非非 是非對錯 最後衡量的標準 彭夫子說 在論語裡面這麼多 這一條那一條 這樣是對的那樣是錯的 都是以什麼為根本呢 就是在論語的第二條 第一條是學而實習字 第二條 就是孝替野者其為人之本語啊 做好孝替其實是為了體會人而已 人愛的人 那人這個字呢 究竟什麼意思呢 那他既然這麼深 他一個字呢 就要蓋過好多意思 他不是只有一個這麼簡單說 人者愛人 不是只有愛人這個意思而已 所以在古聖先前眼裡啊 這個人這個字啊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學問 在禮人篇第四 只曰君子無忠實之間為人 照次必於事 顛沛必於事 說君子呢 沒有一剎那的時間 忠實之間 忠實吃一頓飯 那不過十五二十分的時間而已啊 不可能有十五分鐘二十分鐘時間呢 離開他的人德 照次必於事 顛沛必於事 因為他這麼重要 在顛沛流離裡面呢 也從不放棄這個人 這個學問啊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切的根本 因為照次顛沛的時候呢 只有這個人能夠讓他無路而不自得 能夠讓他知道怎麼樣自處 錯錯然有餘裕 在論語第十五篇 只曰 知識人人無求生以害人 有殺生以成人 所以一個知識人人啊 沒有說為了求生而害人的 因為生的這個 這個人的真正的內涵就是生 為了求生而害人呢 是害了他的根本 有殺生以成人 不惜犧牲生命都要維護這個學問 所以 你用什麼跟一個聖賢君子換這個人 他都不跟你換 用生命跟他換 他都不跟你換 好 既然這個學問這麼重要 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個俄哥朗朗上口 孔子的道就是一個人 不是大家都知道嗎 對不對 人啊 人究竟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說他是一個這麼大的學問 為什麼說五千年文化展開就是一個人 為什麼說那些古代的聖賢智者 他們所留下那麼多經典 講的其實就是一個根本展開的 那個根本是什麼呢 就是人 你要過一個無悔的人生 不從這裡展開 那是沒有路可以走的 就是知識片語 斷圓殘壁 你拼湊不起來的 好 那人是什麼呢 我們講人的最基本的定義 人的基本定義就是生姬 生姬 什麼叫生姬啊 有個動人生生不息 像什麼呢 像花生人 像果人 像稻穀 像種子 你看那個花生人有兩片 對不對 中間有一個生姬 把它種在土裡 它就生生不息 各位我們舉一個形象一點的 什麼叫生姬 各位一個老年人 跟一個嬰兒 或小孩 這個童子 走路 各位看起來什麼不一樣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小孩子走路 像老人一樣慢慢的 步伐慢慢的 有看過這種的嗎 沒有 老人走一步 小孩子走兩三步 它啪啪啪 它都不會累 它整天在那邊動動動 不會疲憊 如果今天有一個老年人 像我這樣的人 然後學那個小孩的步伐 頻率走路 一下就累瘫了 我們可以從那個小孩身上看到 什麼叫生姬 我們從少年身上 我們也可以看到 什麼叫生姬 生姬是一股動能 宇宙之間最旺盛的一股生氣 一股陽氣 這個人呢 這個字呢 是最能夠產生我們一生的陽氣 一生的正氣 一生的動能 最能夠對我們的身心呢 產生長養的效果的一種德性 叫做人 那人的基本呢 就是生 人就是為了生姬動能 什麼叫做生姬 我們舉個簡單例子吧 你的明天比今天好 明天的身體比今天好 那就是今天到明天之間有一個生 有一個生姬戰 你睡了一覺之後就會朝興蓬勃 那就是在睡覺的時候 身內的造化 讓那個生姬在身中蓬勃發展 不然的話呢 你起來的時候呢 你一樣會感覺非常疲憊 當我們的精氣神 一日一日的變好 那就是生姬非常盎然的這個時刻 那個叫做人 人存在的時候 就是這個生姬啊 非常蓬勃的時候 在這個易經有一個副卦 副卦上面有五個陰謠 下面有一個陽謠 當那個陽謠開始發生的時候 朝氣蓬勃 然後它變成兩個陽謠 變成三個陽謠 最後會變成整個是一個前卦 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叫做人 人在易經裡面呢 就是陽氣 我們知道易經就是講陰陽 人就是那個陽氣 那麼在我們的身上呢 就是生生不息的浩然之氣 它是由生生不息的造化而來的 而其中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呢 在我們的身上每個人都應該有啊 但是有的人生姬非常薄弱 有的人生姬非常暢旺 那其關鍵在哪裡呢 在於一個柔軟的心 這個柔軟的心呢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種為人好的心 一種為人設想的心 一種寬恕的心 一種真誠無畏的心 各位 你會發現我剛剛講過的這些心 一種為人好的心 為人設想的心 關心人的心 真誠的心 不欺瞞的心 它都有個特質 就是那個心會寬 心會柔軟 這種寬宏的氣量 它就是生生不息的人 這個不是用錢買的 這個是心一到 人就到了 當你的心柔軟下來的時刻 內在的陽氣 它自自然然 它就生生不息 可是多數的時候 我們在我們人生的過程裡面 很多時候 那個心是封閉的 那個心是冰冷的 沒有溫度的 那個心比石頭還硬 那個時候那個生機就被阻斷 叫做不仁 各位 不仁不是做很多壞事的意思 而是那個生機被阻斷 所以如果我們要得到養心或養生 或者是養我們性命的真諦 就在於一個字 就是人 人這個字 真可以說是手減欲凡之道 所以可以說一個人懂得有柔軟的心 保持柔軟的心 寬闊的心 這個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課題 各位你們發現 現在很多家長跟小孩子在相處 很多時候是冰冷的 很多時候是堅硬的 對立的 我們跟朋友相處很多時候是偽裝的 虛偽的 虛榮的 對不對 皮笑漏不笑的 那你的內在 你的心裡面是柔軟的嗎 不是 是有溫度的嗎 不是 是冰冷的 那些生機是時時刻刻被阻斷的 所以內心柔軟的人 它自然會為人設想 它自自然然知道感恩 它自然會無法接受別人莫名其妙的刺苦 它無法看著人家受到虛無 那個是內心柔軟的人自自然然就有這個特質 就像父母對小孩無比的關愛 它沒有辦法看到它這個風吹雨淋 它一定會想盡辦法要去保護它 所以內心有人德的人自自然然會做出對大家有意的事情 當然它也會做對自己有意的事 不過它對自己有意它不捨得去傷害別人 所以內心柔軟的人自然會安定祥和 自然會真誠可告 為什麼 欺騙人的人內心是虛偽的 冰冷的 一個內心有人德的人 內心自然寬和 朋友自然會多 他自然會比較少怒氣 暴氣 自自然而然身體會安康 所以古人說人惹瘦 是有原因的 現在的科學也可以證明 一個心情常常安寧寬闊 快樂祥和的人 他的身體的機能要比天天憂慮的人要會好很多 所以這個人這個字可以說是人生最大的利多 如果以課程來說當然是最重要的一個課程 好 那現在你可能會問我說那好 什麼是人 那我們就說那人最切身的體會就是心 什麼心呢 柔軟的心 今天你問我說什麼是柔軟的心 我們看大學裡面有一段話 他是舉上書裡面康告說 他說康告曰 如保赤子 他說什麼叫柔軟的心呢 那柔軟的心 佛家叫慈悲的心 都是一樣的 那個心像什麼呢 像如保赤子 就像我們有一天看到一個嬰兒被丟棄在路旁 我們一定會馬上心生不捨 我們看到一個小孩現在快要溺水 我們一定會奮不顧身搶著就要去救他 對不對 那一份保護別人的心 那個叫做如保赤子 如果我們想像說保護一個大人 各位這樣我們會有點衝突 為什麼 因為這份內心的柔軟在我們的身上也許離開很久 不容易體會 但是不論任何一個人 任何年紀成的人 任何好人壞人 他如果想到自己的小孩還有內心都有一份柔軟 很自自然然就想去保護他 那一份柔軟就是人 那一份柔軟存在的時刻呢 就是我們的身中那股浩然之氣 最生生不息的這個時刻 然後這個人呢 是不是說要學很久才會才會呢 這種愛護小孩的心學很久才會嗎 沒有 他說為有學養子而後嫁著 沒有人學會了養小孩 學會愛小孩之後才開始嫁人的 沒有啊 他在談完戀愛啦 不通就嫁人啦 嫁人就生小孩啦 他沒有學過 他沒有補習過 他沒有上過補習班 任何做母親的人都會變成非常偉大的人 都會變成無時無刻只想著要保護他的小孩 對不對 那一份心啊 就是人 可見得這個人啊 是人人所具有的 他不必遠求的 家裡有養這種小動物的人也是一樣 那種愛小動物的心啊 想買好的給他吃 想買好的給他用 那種心也是人的表現 不過他面對真正的家人的時候 不一定能夠表現得出來 但是他的人會 既然是人性裡面所具有的嘛 他會在很多方面 無形中會透露出來 他也許就是很愛這個小動物 他也許很愛小孩 他那一份柔軟的心就會跑出來 那個時刻呢 就是人的具體表現 所以讓小孩子去養一養小寵物啊 讓他體會一下怎麼照顧小寵物啊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訓練 好 那這個人呢 在哪裡呢 只曰人遠乎齋啊 我遇人施人至矣 說人 對我們很遠嗎 沒有 你想要他馬上就到 因為你的心到那個生肌 那個柔軟馬上到 那個溫度馬上到 那個生肌暗安呢 馬上到 這個跟佛家所謂的萬法唯心 是一樣的意思啊 他是與生俱來的 他在你的心裡 在本質裡 在本性裡面 人這個字是儒家的這個稱呼啊 佛家呢 其實就是性這個字 本性的性這個字 你看本性的性怎麼寫啊 是不是左邊一個心 右邊一個生 是不是生生不息 性就是主管 我們全身裡面生生不息動能的機關 所以性才會這麼重要 為什麼明星見性這麼重要啊 見性就是顯現生生不息的那份動能 那份生肌 見性的見應該練現 那個是顯現的現 這是同一個字 那你說人這麼簡單嗎 就是如保赤子一個心嗎 說簡單簡單 說不簡單呢 也不簡單 我們會誤以為它簡單是 我們把人這個字啊 單純把它解釋成愛人 用愛人這兩個字呢 去解釋人這個字 一開始呢 我就不這樣解釋 為什麼 因為你就把它看小了 人要用生肌這兩個字呢 來說明它會比較正確 不過呢 它在哪呢 在我們身上 身上是什麼呢 這個生肌主宰在心 人是在心裡面 這個生肌顯現的地方在性 它的道場就是性 所以不是單純簡單的愛人就可以了 我們看論語裡面呢 有一張 子曰回也其心 三月不為人啊 孔子說 炎迴啊 這個高材生啊 他可以連續三個月不違背這個人 意思是什麼 這個浩然正氣 生生不息的這一股正氣 在生中三月不成間斷 不過各位 能過三月就能過三年了 我們現在連三刻鐘都保持不了 你有沒有發現叫你定靜一下 然後 哇 這個心思亂飛啊 對不對 你連三分鐘都保持不了 這個時時刻刻維護著這個生肌 你連生肌是什麼都不知道 坦白講 你連生肌是什麼都不知道 在你身中適合樣貌都不知道 他說炎迴三月不為人 其餘則日月自焉而已 其餘的人或半天或一天 為什麼 要說日月自焉 像太陽出來下去 月亮出來下去 就這麼半天的時間 太陽跟月亮交接不就半天嗎 能夠堅持半天一天的人啊 就不多了 像炎迴這樣 能夠三月不為人啊 可見這個不簡單啊 各位有幾段是告訴各位說 人說我遇人施人自已 那就是很簡單啊 但它也不簡單 我們再看另外一段 這個孟武伯呢 問孔子說 子路人乎 子路很勇嘛 說子路現在已經達到人了嗎 子曰不知也 不知也是一個高明的回答 就是我不要說他沒有 我如果說他有呢 那我就誤了你 那我怎麼說呢 說我不知道 那個高不高明 很高明 然後孟武伯聽不懂 再問一次 子路已經人了嗎 孔子說 有也千聖之國 可始至其父也 不知其人也 說子路啊 一千輛兵車的國家 各位那是大國喔 可以讓他去治理一個國家 去收他們的田復 這就是治國的意思啦 子路有這個才幹 不知其人也 但是有沒有人呢 我不知道 孟武伯繼續問 求也何如啊 那籃球怎麼樣啊 孔子說 求也千世之義 百勝之家 可始為之宅也 不知其人也 孔子說 籃球啊 千世之義 一個縣城叫做義 有一千戶人家 那一千戶的話 那大概就是幾千人吧 古代一戶人家大概五個八個吧 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一戶人家可能兩三個吧 幾千人的一個縣城 或者是一個百勝的親戶夫之家 那個家就是親戶夫之家 他可以去做那個縣長 去管理一個縣城 沒有問題 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人 次也如何 孟武伯繼續問說 那公西華怎麼樣 次就是公西華 只曰 次也數代利於朝 可始於賓客延 不知其人 數代利於朝就是穿著朝服啊 可始賓客延 那就是外交大臣 就是像我們的外交官吧 外交部長吧 他可以當一個外交部長 可以迎來送往 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人 好 各位 孔子這番話什麼意思啊 說人是可以用外在才幹 跟外在表現 跟外在地位 跟你的聰明才智來衡量的嗎 跟這些是無關的 人是在裡面生生不息 是在你的皮膚裡面的 人呢 不是你所看到的表面這麼膚淺 那論語第十四章有一段說 克法怨欲不行焉 可以為人欲 學生問 克法怨欲不行焉 說克就是好勝心 戰勝自己的好勝心 罰呢 罰是自誇 不要自誇 怨呢 是憤怒 怨恨 也不怨天有人 欲呢 是貪囚 也不貪囚 克法怨欲不行焉 就是這些四個毛病統統戰勝了 可以為人欲 這樣算人嗎 子曰 可以為難欲 人則無不知也 說這樣可以稱為難能可貴 但是至於有沒有人呢 我不知道 可是為什麼 克法怨欲不行焉 也可以不仁 你可以做的這樣子 你也可以裡面天天憤怒 怨恨 你可以天天憂傷 你可以阻斷內在的生機 是在裡面看不到的 第十三章 子曰 剛毅慕娜禁人 剛毅慕娜 剛毅志很堅定 毅 很果敢 很能夠決斷 一個勇敢又馬上能夠決斷的人 像現在 各大公司CEO那種才幹的人 隨意來活你去馬上可以決斷的 慕娜就是很質樸 很真誠 剛毅慕娜才禁人 不是人 還不是人 所以我剛剛舉這些例子是要告訴各位說 當我們把人愛的人就解釋成愛人 那遠遠沒有這麼簡單 就是因為不是這麼簡單就可以解釋得了 而我們一直就誤以為 翻翻 各位你去翻那些字典 你去翻那些教科書 看看他們怎麼翻譯 他們就是這樣告訴你 人就是愛人 為什麼 因為文語裡面有忍者愛人這樣的話 那人就是愛人嘛 那如果只是人者就是愛人 那剛剛所說的那一些 那麼多的這些賢人君子 為什麼孔子說不知其人啊 有沒有愛人不是一看不是明白了嗎 因為人的定義不是這麼簡單 只是說有仁德的人都會關心人 表現出來都是這樣 所以說人者愛人 那人既然是這樣 是一個生機 人是一種純心 人是一種柔軟的心 那具體落實的方法是什麼 那這個學問這麼重要 難道孔子沒交代嗎 不應該要有交代 一定會有交代的啊 在論語的第15篇裡面 子貢問曰 子貢問孔子說 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有沒有一句話或一個字 可以作為我終身學習努力的目標啊 子曰其束乎啊 如果有的話 孔子說 如果你要這樣說 如果有的話 那就是束這個字 束這個字拆開來什麼意思呢 束就是心上有一個如對不對 如就是把自己的得失看成別人 把別人的得失看成如自己一般啊 叫做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其束乎 如果有的話 就是束這個字 各位 人喔 說了很久說不懂 我們換個字 這個字不能完全代表人 但是做這個字呢 聚集人很近 哪一個字呢 就是束 那你束你一定會解錯 各位你看到束這個字 你會怎麼解 寬束 原諒 是不是就這樣解 然而束的意思也不是這樣 束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它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什麼意思就是將心比心 你看束的造字就知道了 上面如 就是把他看作我 把我看成他 我的心上要有這樣的態度 叫做束 所以具體的說 束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那這個是從自己不要的 別人就一定不想要 那反過來說呢 如果我想要的 那別人可能也會想要 所以另外有一句話說 己欲勵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 這也是恐怖子說的 他說 福仁者己欲勵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 他說 有仁德的人是怎麼樣呢 自己想要的 他會想到 別人也會想要 自己想建立的 那我就幫助別人也來建立 我除了自己建立 我還要幫助別人建立 各位 我們現在在社會上競爭 如果我要建立 我就要必須把別人壓下去 這就是現在的這個社會上的亂象 就是有這種錯誤的觀念產生的 古人 為什麼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呢 古人就是自己要建立的 當然他就想到別人要建立 有機會我也要幫別人建立 這種大公無私的心說到哪裡去 說到蠻夷之邦到哪裡去 人家都會點頭 這個人講道義啊 對不對 所以才叫做不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所以內心柔軟就是素 內心柔軟的人就會將心比心 內心柔軟的人會為別人設想 內心柔軟的人看不得別人吃苦 他會心生不捨 所以內心柔軟的人就是素 內心柔軟的人會極所不欲勿施於人 內心柔軟的人呢 自己有的會想辦法幫別人建立 讓別人也能夠擁有 而不是去阻斷別人的路 這個是孔夫子用素這個字啊 極所不欲勿施於人 因為叫你內心柔軟 叫你愛人很困難嘛 其實他講的也不是要叫你柔軟 也不是要叫你愛人 而是要在某個心境下 內心的生生不息的生機會最暢然 而是這樣講 各位就聽不懂了嘛 對不對 無所依歸 無所依靠 無所落實嘛 所以才會講到說 用別的方式來講 你內心要柔軟 你要開始去愛人 你要去幫助別人 這樣還聽不懂 那我們就說 極所不欲勿施於人 更積極的來說 我們就說 極欲利而利人 極欲達而達人 各位 現在我們在講的是那種心境 這種心境不容易產生 但是從極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個簡單的原則下 我們就可以略為體會 我不想要的 我就不要加速在別人的身上 那這就是公平 這個人就是一個有道義的人 那麼在論語的第十二篇 孔子跟炎淵的一段對答 這段對答是很有名的 孔子說為人有己而由人乎齋 說為人要做好這個人德 是從自己身上做起的 跟外在完全無關的 極欲也請問其木 極欲也說 那有沒有私行的細則 可以讓我來遵守 各位 這不是很重要嗎 人很重要 那怎麼做嘛 子曰 非禮勿事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孔子說的呢 就是只要非禮就不要做 那好 各位這個話我們不是都聽過嗎 不都聽爛了嗎 對不對 我們都聽到麻痹了 我們不會聽到說這個話再有什麼重要性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非禮的那個禮啊 被我們解錯了 各位 論語 為什麼中華文化博大今生 跟最後就變成大家都不願意去看它 因為我們經歷了一大段 完全跟原有的意識脫節的漫長的歲月 我們現在所理解到的意識跟當初 古聖先賢跟當初孔子 他所說出來的意識是不一樣的 什麼是禮 他說非禮勿動 各位他寫的是禮節的禮 禮節的禮是宇宙之真理顯現於人的身上 那個時候寫在人的身上的時候就改寫禮節的禮 可是它的原意是道理的禮 一個玉字旁 一個禮 是道理的禮 道理的禮是什麼意思呢 各位 大家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哪一條是禮 各位他說的不是你們公還是婆的禮 說的是宇宙之間有一個不變的道理 什麼是不變的道理呢 就是禮者 禮這個字怎麼理解 禮者自然之序也 它自然存在的次序 自然存在一個什麼樣的次序 造化的次序 春天結束之後而有夏 夏結束之後而有秋 秋結束之後而有冬 它是有一個次序的 天理還在的話 它這個次序呢 它是運行不息的 幾千年前到現在 春夏秋冬永遠運行不息的 我們身中把身體想像成一個小宇宙 子時 什麼瘴氣 正在努力工作 醜時 換什麼瘴氣 努力工作 子走一毛成四五位 身有虛害 一整天我們五臟六腑 主宰的時間一個時程輪過一輪 身中的造化往前推進一步 如果這個次序得當的話 而內在的心存有人德 它的造化出來都是陽氣 這個人呢 他就會越來越浩然 他的精氣神就越來越生生不息 這個叫做理 理呢 是一個自然之序 講的是宇宙間本質存在 當然宇宙那麼遠關我什麼事啊 但是人生呢 就是一個小宇宙 那我們怎麼體會呢 各位 你體會不來 但是呢 那一股氣的運行 在我們的情緒正在起來或消失的時候呢 是最為明確的 當你發現你的情緒 你的內心是堵的 你生氣就堵了嘛 你跟別人敵對的時候是硬的 是冰冷的 對不對 你憤怒的時候它是躁動的 你充滿欲望的時候跟你充滿厭惡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當你內心的契機失去中和的時候都叫做非禮 不論外在的事件是什麼 當然外在事件也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們觀察我們的心的時候 不論外在 暫且不論順境還是逆境 不論外在的事件是什麼 當你的內心失去中和的時候呢 都叫做非禮 非禮的時候呢 不要再讓你看的眼睛去擾亂內在的那一份天然的次序 非禮的時候呢 不要讓你的耳朵繼續去延續那一個內在的氣機的動盪 叫做非禮誤聽 非禮誤言也好 非禮誤動都是這個意思 非禮在哪裡 當一個人的時候也是非禮誤視 非禮誤聽 非禮誤言 非禮誤動啊 那個內在的太和的天然次序 那個浩然正氣的生機被阻斷的時候 就是非禮 那個時候就把我們的視聽言動放下 收射精神到裡面來 好好的觀察我們內在的五韻正在至聖的時候 貪嗔痴愛正在奔騰的時候啊 不要隨著這些慾望 不要隨著視聽言動 此時只要靜下來看看內在氣機的變化就對了 這個呢 就是佛家所說的五韻皆空 就是儒家所謂的定靜安律德 就是禪宗所謂的禪學 易經所謂的一揚來復 孔子呢 用一個簡單的字叫做人 當你非禮誤視聽言動的時候 全部放下的時候 內在的一揚來復 那個生機就開始盎然 就在生中開始發生 那個時候叫做人 所以人跟能不能治國無關 跟能不能帶兵也無關啊 而是能不能恢復你內在本質的天然次序有關啊 從哪裡檢驗 從有沒有中和開始 有沒有中和怎麼知道 從喜怒哀樂開始 所以中庸不是喜怒哀樂 威發智慧中嗎 發而結重結未適合嗎 他是一貫的這個學問 好 這個就是這個說這個人啊 有這麼簡單嗎 這個人啊 要再用什麼方法去落實呢 各位 我們剛剛說用什麼方法落實呢 第一個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用這麼粗淺的道理 粗淺的入手來體會這個人 再來呢 用非禮誤視 非禮誤聽 非禮誤言 非禮誤動 當內在開始奔騰的時候 靜下來 注視著內在的情緒 讓它恢復天然的律動 你只要靜下來它就恢復 你說我怎麼讓它開始恢復天然的律動呢 你什麼都不用做 你靜下來就可以了 就是這邊所謂的非禮誤視 各位你要記得那個誤啊 誤視誤聽誤言誤動 你注意那個誤這個字啊 放下的意思 佛教叫做放下 它自自然然就會恢復 好 那這個就是方法 這些方法要在哪裡落實 在什麼時候落實 你的道場到底在哪裡 人生都是課題啊 我如何過一個無悔的人生 我告訴你 不論你是富貴還是貧賤 你只要內在充滿著昂陽 內在生機盎然 你包準是一個無悔的人生 就算貧賤走路也有風 言回一擔食一瓢飲樂在其中 不是嗎 在中庸裡面有一段談到 說天下之達道無 各位天下之達道的人的道就是人 各位無道一以貫之的一就是人 各位現在要搞清楚 千經萬典講一個字就是人 佛家的立場叫做性 都是同一個字 同一個生機 各位你看 性是不是一個生機啊 性加生嘛 怎麼不是生機呢 為什麼追求本性這麼重要呢 因為有生機嘛 不然我追求他幹嘛嘛 對不對啊 人為什麼重要 因為有生機 所以我們道是求一個什麼呢 在自身上叫做性 在內心叫做什麼 叫做人 天下之達道無 所以行之者三 他說天底下要磨練我們內心的人 有五個地方 五個方向很重要 那要所以行之者三 要邊側著你往前進呢 還有三個字很重要 好 我們今天就講這個五是什麼 他說約君臣也 父子也 夫婦也 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 五個啊 各位這五輪你熟悉嗎 君臣也 父子也 夫婦也 昆弟 昆弟就是兄弟 朋友之交就是朋友 其實這個就是五輪嘛 君臣有義 父子有親 夫婦有別 兄有地公 朋友有性 不是古人所說的五輪嗎 天下之達道無 就是君臣 父子 夫婦 兄弟 朋友 這是天下之達道 就是道很遠啊 我從這裡怎麼走到那裡 叫做達道 人很深邃啊 但是我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在我的智慧所能及 在我的生活所能及 在我還要上班 在我還要顧小孩 在所有的這些生活裡面 我怎麼樣在我的有生之連 從這裡走到人呢 這叫做達道 有五個方向是你可以掌握的 哪五個方向 跟君臣相處的時候 跟父子相處的時候 夫婦相處的時候 宗地相處的時候 朋友相處的時候 各位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人的一生不外 跟這五等人相處 你有沒有發現啊 不是嗎 你不是跟這些人相處 你還跟誰相處啊 你不是跟父母相處 就是夫妻相處嘛 要不的話 公司就是君臣嘛 你是幹部 他是老闆嘛 這不是君臣嗎 你當公務員也有君臣嗎 不是嗎 你在單位也有君臣 不是這樣嗎 然後你還有一些朋友啊 不是嗎 你在這五者之間去體會人 去磨練這個人 然後他說所以行之者三 在這五個方向上去歷練 然後讓你不斷的往前進 持之以恆的往前進 達到最後的成功 還有三個字 哪三個字呢 他說 自仁勇三者 天下是達德也 在你身上要建立三個德性 這三個德性呢 可以送著你達到那個人 然後 所以行之者一也啊 各位自仁勇呢 什麼叫自仁勇 好學進乎志 立行進乎忍 知此進乎勇 什麼叫好學 你一定又解錯了 各位我們讀經典一直都解錯 你一定解錯說好學 就是學很多嘛 不是的 好學是學什麼 學人 立行進乎忍 立行什麼 就是立行這個人 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嘛 相心比心嘛 知此進乎勇 知此是此什麼 就是此不仁也啊 我今天不仁 我就要覺得羞恥 所以好學也好 立行也好 知此也好 其實都是圍繞在一個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人 這個就是讓你持之以恆 就是你要能夠好學能夠分辨 什麼時候是人 什麼時候是不仁 好 我們已經有了方法囉 就是 就是將心比心 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個是從小極一面說 從極極一面說 己欲勵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 去揣測這個柔軟的心 柔軟的心不好揣測嗎 如飽赤子 揣測一下 像我們疼愛任何一個小孩 疼愛任何一個人一樣的那種存心 那個時刻內心是最美的 為什麼 氣是最昂亮的 浩然正氣的生機最恐怖 他呢 正在生長 那我的生活這麼忙 我在哪裡歷練呢 天下是達到五 在哪裡啊 所有的人際關係裡面 古人這麼聰明 還給你一個字去規範那個關係 比如說君臣用義一個字來規範 君臣有義 父子用親一個字來規範 你跟你的兒子女兒相處 掌握一個字就好 親 如果他有話都不告訴你 那這個親就沒了 如果他外面有事 第一個回家想告訴你 對你掏掏不決 那就是親 所以 父子之間一個字規範 好 我們這個講呢 這個就是五輪 好 那有的人就講呢 那萬一五輪不能全 那我要如何取捨 中英文裡面有一段話說 人者人也 親親為大 說人愛的人 人德的人 這個人道 就是一個人作為人 人之所以成為人 就是因為內在有這個人德 親親為大 如果你五輪不能全 時間很有限 以什麼為大 就是跟雙親相處的這件事是最大的 父母養我們 我們跟他相處那一份心是最容易柔軟 我們要找一個感恩的對象呢 他是最容易的 親親為大 義者以也 遵賢為大 說不是人就是義嘛 義者以也 義就是怎麼樣 適合 適宜 有時候不得已要抉擇 抉擇怎麼樣才適合呢 遵賢為大 我只有僅有的時間 我要陪誰呢 陪那個賢者 我只有這一點能力 我要幫誰呢 幫那個賢者 為什麼 因為賢者可以幫別人 賢者可以做很好的示範 我們碰到賢者 我們內心自然會服從 服從本身就是一種柔軟 各位 你在各行各業 碰到那個行業真正的專家 你跟他對話兩三次之後 你就佩服他了 你服從了 為什麼 太內行了 下次他說什麼我就聽了 對不對 他如果說他要帶領我 他什麼都外行 你聽不聽啊 你嗤之以鼻啊 所以人這個心是在每個人的內心裡 是天然都有的 但是要找一個最容易發端的地方 在哪裡呢 人者輕輕為大 義者尊賢為大 如果五輪不能全 我們就在人跟義 在輕輕跟尊賢的這兩個方向來體會 來實施 所以這種處事的大小原則 在五輪上是最好 不能在五輪 起碼在輕輕 起碼在尊賢 尊賢其實就是兄弟 所謂的替 孝替 孝替 孝就是親親 替就是自簽餘後 我們尊敬比我們 年紀大的或尊敬比我們更有才幹的人 這就是很自然就會發生的 各位不是只有人這樣 黑道也是這樣 黑道那些小弟都聽大哥的 為什麼 因為大哥轟轟烈烈的事蹟一大堆啊 對不對 小弟見到大哥就服從了啦 內心就軟下來 這很正常的 那個再兇狠的黑道的人 都有他柔軟尊敬的一面 這可見得人性裡面本來就有的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祭祀 古人提倡祭祀是因為聖宗追遠 明德歸後 這也是人語裡面所說的 當我們在感恩的時候 當我們在感恩祖先的時候 感恩古聖先賢 感恩國家的英雄的時候 內心都是充滿溫度跟充滿柔軟的 各位有沒有發現 也許你跟你父母吵架 你面臨他反而不能柔軟 但是你是一個愛國的人 當我們國家有慶典 我們祭祀先烈的時候 你反而非常舒服 有沒有可能 就是有可能 就是說給你開很多方向 讓你的內在的人 總是不可能完全掩長的 他會出現 當你出現的時候 你去體會一下那個人 如果能夠持續他 保持他 那個生機就會盎然 好 那在論語裡面 人這個字各位 你知道出現多少次嗎 論語就有一百四十多次 這是出現最多最多的一個字 可見它重不重要呢 它非常重要 首章 論語第一章 學而實習之不亦樂乎 他學而實習在實習什麼呢 就是人 第二章 君子物本本利而道生 孝替也者其為人之本語 告訴你說 人是一切的根本 第三章 子曰巧言令色嫌以人 他說外在的巧言跟外在的美好的顏色 裝飾在外在的人 內在的人德一定是很缺乏的 第三章 告訴你說 人在內不在外 你千萬不要一直往外面去追行 第六章 說 弟子入則孝初則替 謹和性放愛重 而親人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這告訴我們說 孝帝 孝帝就是人之本語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呢 他就是在五輪中去體會這個人 第七章 賢賢益色 四父母人節其利 四君能治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雖曰未學 無必未知學意 說什麼是真正的學問呢 他能夠賢賢益色 就是他忘掉了 他跟一個賢人交往 他忘掉了外在的美醜 忘掉了外在的身份地位 叫做賢賢益色 那個色就是美醜啦 身份地位啦 他施奉他的父母跟他的朋友交往等等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他都是在講什麼 在五輪中怎麼體會這個人 怎麼實踐這個人 所以我這樣只是隨便舉例 從論語的第一章裡翻開 都在講 在人際關係中怎麼體會這個人 所以可見得這個人 這個字啊 重不重要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各位 我們今天好像是一個半小時吧 現在已經一個小時二十分啊 這個人 這個字啊 它的重要性呢 我們無法用言語呢 去把它短暫的時間把它形容出來 但是這個至聖先師啊 今天是他的生日啊 孔夫子呢 用他一輩子的時間啊 他三師書定理業 師怎麼刪 一言以蔽之 師三百 一言以蔽之 師無邪嘛 他刪了這些師不好的都刪掉 剩下最純良的 一句話可以說 就是讓我們的思想念頭純正 純正之後要幹嘛 就是讓我們的內心柔軟端正 以便於養我們內在的生生不息的生計 他為什麼定這個理啊 理定完了之後 外在的行為可以得到規範 而這些行為的規範內在都有一個原因 一個道理 當我們了解那個道理 內心就柔軟下來 也是為了創造柔軟的一塊地 為什麼這個詩經要配樂呢 這個樂 一演奏 人的心就變了我想不是古代而已 現在也是這樣 各位聽一首樂曲 我們的心馬上跟著那個樂曲 他高興我們跟著高興 他愛上我們跟著愛上 都是為了體驗內心的柔軟的那個區塊 現在的人為什麼對這個仁德這麼看清呢 而卻非常看重佛家的見性 看清儒家的正心 而看重佛家的五韻皆空 我們不讀大學中庸 我們喜歡讀佛家的心經 為什麼 因為裡面暗藏的深邃的道理 博大精深 所謂博大精深 精深是什麼 道理分五等 出戲為玄妙 孔夫子厲害的地方就是用粗俗的簡單的文字語言 述說五等的道理 出禮包含在裡面 細的禮 比較細的也在裡面 微妙的禮也在裡面 很玄的禮也在裡面 出戲為玄妙的禮全部包含進去 所以喪智下於各蒙其利 初心的人看到初心的道理 精深的人看到精深的道理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輕視他 因為從漢原明清以來 把孔夫子的學問解對的人 一直都非常的稀少 這也就造成 我們現在大家理解上都知道 中華文化很偉大 我們不知道他偉大在哪裡 他確實非常的優生 他可以應用在人生的各方面 他讓我們不論跟哪一等人相處 在順境裡面 在逆境裡面 在高的位置 在低的位置 在富貴的時候 在貧賤的時候 我們內在的生機永遠都盎然 永遠都氣語喧昂 永遠都對我們的身心 性命的長養 沒有愧對 這才能夠活出一個無悔的人生 所以 古人說天不生眾泥 萬古如長葉 說半部倫語可以治天下 那何止是可以治天下而已 問題是說我們有沒有懂裡面的內涵 我們說教育很重要 我們的教育要帶領這些人到哪裡去 我們帶領他們到富士康去上班 我們帶領他們去三星裡面當主管 我們帶領他磨了一關絆子 他到了非常高的成就 他晚上睡不著 他吃不下 有的人三十歲五十歲猝死 有的人憂鬱 有的人躁鬱 我們不知道怎麼長養自己 可是我們在電腦裡面 我們在辦公桌上 我們很能的計算 我們善於管理 但是我們自己 我們所帶的人 睡不著 吃不下 笑不出來 對不對 我們自己所教的小孩 我們希望他成龍成鳳 當他成龍成鳳之後 對你冷冰冰 我們把他教得他很會算計 他可以打倒很多的競爭者 之後呢 睡不著 吃不下 笑不出來 不都是這樣嗎 不是一直重複這些事情嗎 我們希望人生都很順遂 希望每一個人都成龍成鳳 有可能嗎 不可能的 擺明就不可能的 擺明告訴你是欺騙人的 能夠上去 努力不一定能上去 不努力還不一定上不去喔 這期間好像有個命啊 對不對 不是說努力不重要 努力一定上去嗎 好像還有個命啊 有的人是含著金湯石出身的 沒什麼努力的 他也不用上去呢 他保險櫃打開來就嚇死你啊 不是這樣嗎 所以你要怎麼樣才能夠活出無為的人生呢 保險櫃很多錢 你也不會對不起人 你不會良心不安 你甚至還可以做得好 讓更多人更尊重你 你的口袋空空的 也會讓很多人敬重你 你會讓你的經濟神養得很好 你會讓你說出來的話不愧對古人 你做出來是不愧對現金的人 你這不是活一個無為的人生嗎 而他從哪裡做起 從人事實上簡單的說 做人要怎麼樣做得好 很簡單一句話 己所福亦勿施於人 其實這個是做人的簡單原則 他要體會的不是這麼簡單 他要體會的是什麼 你的內在今天有沒有比昨天好 各位你問問自己啊 今天的精神有沒有比昨天好 明天會不會比今天好 我今天都在做些什麼 你吃得好 你花很多錢 你買很多營養食品 你化妝化得很美 你今天的精神有沒有比昨天好 你今天的心境有沒有比昨天安寧 你今天有沒有比昨天更吃得下飯啊 就是你要怎麼樣活出一個無為的人生呢 從此 濃縮濃縮到一個字就是人 叫做生機 展開展開 愛人的心 己所不義的心 寬恕的心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達而達人的心 再展開 可以為家為國為天下 一直展開 那就有很多的學問對不對 但是 這個學問到底對不對 對你到底是不是有真的好處 那就要看這個生機長養在你身上 求諸己而不是求諸人 在你身上 今天我本來準備後面還有有關人的另外一面 就是意 人會不會變成笨蛋 人會不會變成很好欺負 叫你做好事 你不做 他說你不忍 你就被他給騙了 一個有人德的人 就是專門被使喚來使喚去的人嗎 就是很好騙的人嗎 不是的 在這些展開來 孔子在經典裡就有很多非常切重要 還有微妙微笑的一些論述 但是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再往下講 藉由今天孔子的誕辰 我們台灣是9月28 紀念 是教師節 是紀念孔子的出生的日子 內地好像教師節是另外一天 不過這個並沒有關係 反正都是紀念至聖先師 紀念孔子 那孔子的道 濃縮成一個字是什麼呢 就是人 他不只是可以修身 不只是可以養性 不只是可以立命 他可以用在家庭 他可以用在天下國家 他可以齊家 他可以治國 他可以格物 他可以自知 非常了不起的一個人物 能夠把學問這麼浩瀚 濃縮到最簡單的一個字 而且這個字 筆畫還很少 幾撇而已 說不完的道理 這個人厲害不厲害 是太厲害了 各位 不是只有現在 我們來紀念他 再往後 在幾千年 當這個學問被展開的時候 當中華文化再度復興的時候 沒有人會再瞧不起傳統 這些古聖先賢的學問的時候 紀念他的人還要更多了 那褒獎他的話 那不知道還有多少 那是為什麼 因為他看到了人性的一個根 而這個根 根源宇宙的真理 為什麼他能夠去為《易經》寫補書啊 為什麼他能夠寫《十億》 為《易經》做補書啊 因為他看到了人 看到人就是看到自身的浩然之氣 看到自身浩然之氣就是看透宇宙的陰陽 也就是體會到宇宙的所有的造化之妙 把這個生機拿來做為人世之間 所有是是非非唯一的判斷的標準 各位怎麼知道什麼事情是對什麼事情是錯的 只要做完之後 生機比現在暢旺 那就是對的 只要做完之後 生機比現在更雕尾 那就是錯的 為什麼你不希望人家吸毒啊 因為那吸毒的人 你去接上看看 那個常常吸毒的人行屍走漏一般啊 像撕了魂一樣 哪來的生機昂揚 哪來的智慧聰明啊 沒有啦 通通剝奪掉啦 我們就說這是錯的 為什麼我們說運動是對的 會運動的人都相當有活力啊 就是他不懂的人 但他做對的事 他的人也會是昂揚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說那些運動家用禁藥是錯的 他用禁藥的當時是昂揚的 他為了躲那個冠軍 他之後呢 他是更慘罰他的新鮮 所以我們就說他是錯的 我們幫助一個人怎麼樣是對怎麼樣是錯的 我幫助他讓他更能智利 我就會說是對的 我幫助他讓他更怠惰 我們就會說是錯的 一個有仁德的人是無底線的幫助人嗎 不是 因為人的基本定義是生機 懂這個定義的人 他幫助人只會往 讓他更有生機的方向去發展 而不是當一個笨蛋 為什麼我們今天不願意學這個 因為總覺得吃虧 對不對 因為你覺得 如果我聽古聖先賢這樣的說 我要不斷的付出 我都是吃虧而已嘛 各位 付出如果可以掌養自己的陽氣 掌養自己的生機 又掌養別人的生機 那我們就付出 付出到慘罰你的生機的時候 你就該視可而止 各位 我們救人的時候 是人還是不人 有個人告訴你說 現在井裡面有一個人在裡面溺水 趕快趕快你跳下去去救他 然後你聽完就不通跳下去嘛 好 這有兩個結局 一個是你很會游泳 你救了一個人上來 對不對 然後你也爬出來 我要跟你鼓掌 因為這就是人嘛 還有一個就是你把人救上來 然後死在裡面 對不對 好 那就是一命換一命嘛 對不對 從這個生機來講的話 打平嘛 一個就是他也死在裡面 你也死在裡面 對不對 那你如果做這個事 我就會說你是笨蛋 你說 可是他遇難了 我去救他 我犧牲了 我應該很偉大 智慧的人不是這麼看的 我如果一個人犧牲 救國救民 救了千人百人 那我們就要跟他立一個杯 我們要紀念他 對不對 如果我去救這個人 另外再犧牲一個人 他也沒起來 我也沒起來 請問你是增加生機還是減少生機 你減少生機耶 你去看這個事 如果是一個智者出來還要罵你一番 看你信不信 你救人沒救出來 他把你拉出來 他還要罵你一番 還要信你一番 你信不信 所以 有人的人就有智慧 為什麼 因為他的腦袋 他做的事情永遠都繞在兩個字上面而已 哪兩個字 生機啊 如果我們要把他濃縮成一個字 叫做人 原則越簡單 越容易守 越不容易出錯 在我們家裡教小孩 我們要保護小孩 我們要疼愛小孩 大家都知道他 你恨不得把月亮差給他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愛他愛到 他飯也不用煮 碗也不用洗 衣服也不用洗 也不用拖地 你給他讀書就好了 後來他讀書也沒讀好 他就整天玩手機 對不對 後來呢 清新奇到了 然後就跟你整天對著幹 他總覺得你是他的敵人 你把小孩叫他這樣 送到他到大學 到研究所 到底對社會是貢獻還是傷害 到底他的心理現在是正氣長養 還是充滿陰邪 還是充滿貪稱 還是充滿嫉妒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愛一個人 我們照顧他是應該的 但是要照顧到生機最昂揚的那一刻為止 所以他會不會當一個笨蛋的父母 不會 他會不會當一個溺愛的父母 不會 所以人是事實上唯一 也是最根本 最正確的 是非唯一的判斷的標準 也就是我們為人行事 取舍 做事 取舍的標準 該做還是該停的標準 那這些在論語裡面多不多啊 到處都是啊 在夢子裡面多不多啊 到處都是 都是在講這個精神 都在講人這個字 怎麼影響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怎麼樣影響你的觀念 你的思想 你的作為 怎麼樣放在家庭 怎麼樣放在社會 怎麼樣放在國家 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如何取舍 清楚明白 簡單的說 整個中華文化五千年就圍繞在這個字上面 他非常的公正 非常的正義 時間超過 我再講一個 為什麼中華文化五千年不倒啊 各位中華文化五千年裡面改過多少朝代你知道嗎 朝代都倒了喔 為什麼中華文化不倒啊 為什麼所有倒下去再站起來的人都自稱中國人啊 為什麼 為什麼中國的版圖越來越大呢 為什麼 為什麼中國從古代到清朝末 一直都是天下第一流 沒有第二的 中國敢說第二 就沒有人敢說第一了 現在我們稍微忠錯了幾十年 一兩百年 稍微忠錯 那我覺得也是應該的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第一啊 各位為什麼一直第一 為什麼版圖越來越大 別的國家喔 世界上各國國家倒了 再起來他就要馬上說他是新的國家 國家是他創的 前面的通通是錯的 你有沒有發現中華民族不論哪一個重新站起來 他就說我是元皇子孫 他說我們有優秀五千年的文化傳統 其實他是新立起來的 他用的國家名稱依然是中國 只是他改變了朝代的名稱 各位有沒有發現這個事情 這道理很簡單 因為這個文化找不到缺點 因為這個文化太正義了 太公正了 正正當當 中國沒有說出兵到哪一個國家 把他打爛之後把國土搶過來 沒有 沒有幹過這個事 中國的國土版圖越來越大 為什麼 因為侵略中國的人 後來把中國 中國因為很講仁德 禮上往來 很好欺騙 也好打 當列強把我們打下來之後 請問他自稱什麼 他自稱中國 這可好笑了 打中國 我們譬如說滿清 滿能 入官 所謂入官就是他本來在外面 他打完這個中國之後 他自稱什麼 他自稱中國 所以中國不必另外立一個什麼國 也不管你什麼朝代更替 反正你只要打我 你就輸了 他就進來了 所以這個中國版圖越來越大 為什麼 各位 一定他有一個非常福人的地方 這個福人的地方 一直到後面 即使後面的人再出來再看到 再撿到 他會說 復興 忠興 你們發現這個是 別的國家沒有 世界上任何國家沒有 為什麼 他沒有這些文化 他沒有這些 隸屬在天地之間 宇宙之間 隸屬在人性的根本處 永遠不可能摧毀 各位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你要怎麼推翻他 還有什麼比一個更公正的 對不對 你要怎麼推翻他 人不就是為了要今天比昨天好嗎 明天要比今天好嗎 不是這樣嗎 你可以自私自利的講自己嗎 那總說 美國優先 那很快就亡國了 這幾句話出來 就顯得他多麼膚淺 對不對 我們說 己所不欲 無死於人 所以這個 古生先前不是那麼愚昧沒有智慧 趁著今天這個 928孔子的誕辰 我們就藉這個機會來講一講 孔子的學問的最精髓 但是其實孔子說素而不做 其實這個學問不屬於他 這個學問是經過孔子整理發揚 以前比較沒有系統 而到他這一邊呢 把他弄得比較簡單 有系統 可以來說明 在更久之前 歷代的聖賢也都是圍繞在這樣的一個邏輯 這樣的一個思想下 在傳承著學問 所以我們甘願做炎王子孫 我根本不認識他 我就甘願說我是炎王子孫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事情 為什麼 他讓我服了啊 然後我把中國打下來之後 我就不稱另外一個國 我還是稱為中國 為什麼 看一看中國的文武百官的制度 他們的科舉選舉 選賢以仁的制度 各位 那是真正選賢以仁 我們不是喜歡說選賢以仁嗎 世界上各國的選舉制度 有中國以前考秀才考舉人 那樣一般的落實選賢以仁嗎 你要讀書你才能夠當專家嘛 對不對 可是真正選賢以仁的人啊 所以他把中國打下來之後 他覺得 哎呀 我們那些蠻儀的制度根本就不堪入目啊 所以說中國的朝堂文武百官的制度 早就這麼美就在那裡了啊 好吧 拿來用吧 那你是誰 他就說 我們中國人怎樣怎樣 後來誰把誰打下來了 進來的就是死啦 自己投降啦 這個就是中華文化偉大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有這樣的文化 你要感覺到非常的驕傲 今天時間的關係 後面的準備還很多啦 其實後面很重要 但是沒有時間談了啦 如果有機會再開一個這樣的直播的話 我們再一樣一樣的談嘛 因為他精深就是有一個根嘛 他博大就是講不完啦 那有興趣的呢 就關注我們黃庭禪的這些網站啊 還有一些有關的課程可以上啊 還有一些經典可以學習啊 好 我們今天這個線上的課程就講到這裡 好 謝謝各位 報告講師喔 因為我們不怕時間超過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還是要進行講師的解惑時間 是超過的 沒關係的 沒關係的 那我們現在還是要麻煩余蓁 幫我們把學員的提問問出來 然後再麻煩講師為我們解惑 謝謝講師 好 這個第一個問題是來自於內地的朋友 張獎師好 國家實行雙減政策叫好生理騙 同時也有的培訓機構給家長這樣的真相解讀 孩子是自家的 雙減是國家的 孩子的未來不能像拆盲盒 所以有非常多的家長呢 還是很恐懼跟擔心孩子的未來 覺得呢還是應該要繼續給孩子補習 不能停 學科補習還是生生不息 那雙減時下家長應該要如何做 讓孩子可以真正贏得未來 而不是成為時代的盲盒 雙減是什麼 雙減政策是 現在就是他們希望可以不要有學科的補習 就是減掉補習吧 對 還有什麼 雙減啊 功課 就是學校功課不要那麼重 然後校外補習 大家可以減掉 這個事情是這樣 一個小孩上課學了八個小時 實在是已經足夠了 精氣神所能夠應付的呢 也就是這樣 小孩子努力是很好吃苦也對 但是吃苦如果吃到說 他的精氣神受到慘罰 那學任何學問就變成沒有目的了 這個叫做倒行逆施了對不對 就叫做捨本足墨 留一點時間給小孩去運動 這個很好 我們鼓勵小孩在學校的八個小時裡面 好好地學習 有不懂的呢 在學校我們就可以問老師啊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小孩他資質真的很好 他對學習真的是很有興趣 他八個小時學完 他覺得還意猶未盡 他還要想再去補習 他如果是自動自發 那也值得鼓勵啦 因為有興趣的事情就不覺得累了嘛 對不對 如果沒有興趣一直逼著他 在旁邊一直逼他 那是不是 在那裡耗時間也累 又沒有去運動 也浪費時間 跟你在那邊鬥志 跟你在那邊怨氣 是不是更慘罰精氣神 所以你看現在的小孩 據我得到的數據 好像是國中生有十分之三 已經憂鬱症了 這很簡單啊 就缺乏運動 還有內心有很多的征戰 久了就逼出來了 對不對 那你不是希望你的小孩學習 就是最後是快樂的人生嘛 況且各位 這也許各位注意一下你的身旁的同學啊 你就會發現 從我來說啊 我本身學基建 我的班上呢 我記得那時候畢業的時候 將近五十個人 好像進去的時候五十五個人 出來的時候將近五十個人 我們班上 我讀的是五專啦 畢業的時候 五十個人學基建 出社會之後 幹基建老本行的有幾位呢 不會超過三個 像我就是不務正業 對不對 我現在在交勁點 以前我在做商人賣產品 當然有一段時間我是做基建 但是後來我全部都是放棄的 對不對 現在我們逼著小孩這樣一直逼一直逼啊 你看我們以前逼我們學英語啊 我到現在就歷史一時的book 大概就是那一頁 那幾句還記得 其他都不知道了 數學微積分啊 學的頭都快破掉了 我現在一點都用不到 什麼聯集啊交集啊啊 搞得都學實在是不 我現在去便利商店買個東西 給他多少錢他找給我們 連算都不用算 對不對 連數學都退化掉 那時候到底這樣一直逼 到底有什麼目的 實在講現在想起來啊 是毫無目的啊 不如把那些時間來教我啊 宇宙的根本 人性的根本是什麼啦 不如來教我說怎麼樣 掌養我內在的精氣神 讓他更暢旺 不如來教我說跟五輪相處的時候啊 怎麼樣避掉那些坑坑巴巴 不要滿身是傷 讓這五輪所相應的對象 也掌養他的精氣神 也生機盎難 我也生機盎難 不如來學這個 如果有這樣的學問 那是最好 那你說那萬一長大以後 他沒有辦法混一口飯 我就跟你講啦 我們學本科的最後 學以自用的 那不過就三個人 到現在可能是零喔 不一定喔 所以不必太在意 那你說那社會不用進步嗎 不用學習嗎 不是 我告訴你 有興趣的人 有天賦的人 你打死他他都不會退的 那些數學天才是自己日語繼夜一直算的 不是你逼出來的 那些語文天賦的人喔 三個國家 五個國家的語言喔 一下都學會了 不是這樣天天逼出來的 社會的進步不會停止 但我希望說 學習適量就好 在社會上的每個人 身心都非常的健康 笑得出來睡得著 不是很重要嗎 怎麼跟家人相處 怎麼跟朋友相處 不需要交嗎 我覺得這個遠比那個重要 我是很贊成說 不要再補習了啦 但是我不是說不要學習喔 但是一天只有二十四個小時 有八個小時已經消耗在學校裡面了 你覺得不夠嗎 那怎樣才夠呢 我看過那種影片 在內地那種 他們考大學叫什麼 高考 吊著點滴耶 一整班的人在三星半夜 燈火通明 吊著點滴 K書 哎呀那種看了心多疼啊 不是嗎 你以為這樣子可以弄出一個愛因斯坦嗎 愛因斯坦偏偏就不是這樣搞出來的 那些數學天才沒有一個是這樣搞出來的 他是沒有人逼他他自己日語紀念三星半夜 因為他算得手舞主導啊快樂啊 他正氣長養啊 各位如果你算數學也手舞主導我 我很贊成你的啦 你去補習手舞主導我也贊成你的啦 如果你是滴著眼淚去的你何必嘛 不是這樣嗎 好簡單 感謝講師對這一題的解惑 但是我還是要替線上的同學再多爭取一題 所以再麻煩余貞幫我們問出下一題 好這位是臉書的朋友 想請問講師如果想要能夠活出無悔的人生 但我的國學程度沒有很好 請問可以聽您講解的哪一部經典入手 比較可以在每天的生活上 讓時常的拿來練習跟運用呢 任何一部經典都是圍繞在這個主軸啦 那從我們一般人來說 比較平易近人的那就是輪影夢之 比較平易近人 但是他真的很淺嘛 沒有啦他非常高深啦 那現在的這個中文系 大學有很多中文系 問題是他把關鍵字都解錯掉了 其實這個是從漢元明清以來解對的就不多啦 那些大廬存在著爭議的還曾經辯論過 朱熙啊 陸九約他們還曾經辯論過對不對 就表示什麼 表示他們也知道說解對的就不多啦 需要澄清 可是他們有沒有找到一個解對的人來澄清呢 沒有啦 最後還是各說各話而已 這種辯論很多啦 當時的王陽明好不容易解對了 各位傳奇錄是可以看的 我們也有講過了 那論語是可以看的 然後呢 這個 因為各教經典我都有接觸 那比較慶幸的就是說 我呢 拜過一個高人當師父 而這個高人就是從身心性命開始交起的 而後呢 當我碰到這個三教經典的時候 我就開始粗類龐通 所以呢 我比較可以貼近古人的想法 用我的方式去解這些經典 各位如果信任的話 你可以慢慢的聽 相信你也能夠粗類龐通 因為總之嘛 大家都是圍繞在同一個主軸上 那佛家呀 道家呀 用的語言比較玄 但是呢 它也有好處 那玄本身就是一個好處 因為比較玄奇的東西 大家比較容易集中注意力 也比較容易喚醒你的興趣 那我最鼓勵的方式就是三教經典合餐 合餐為什麼好呢 可以互相補正 可以掃去很多語詞上文字上 所造成的片面的狹隘的障礙 因為你一解釋狹隘掉它就障礙掉了 比如說人你解釋成愛人 那根本剩 它的經意剩不到百分之一了 我覺得真正的意識不見了 這個可以從論語啦 夢子啦 作為入手 如果有興趣的話 道德經啦 這個六楚談經啦 可以慢慢的補正 那如果你要追尋到 學問的最根本 那其實就是易經啦 易經是萬經之王 易經是列筆學之王 讀完易經再來看 所有一切的經典都是像白話 但是問題是你要讀易經之前 其他經典沒有涉獵是完全無法進入 然後這個讀易經也是有訣竅的 現在還好剛好我們不是在讀易經嗎對不對 從易經裡面可以了解 人是什麼 易經裡面可以了解 定靜跟長養我們的陽氣 長養的生機是什麼關係 易經可以了解 人跟宇宙之間是怎麼相通 易經可以了解 環門環園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要從哪裡入手 易經也了解說 不同街位的人 不同位置的人 不同環境的人 他該如何自處 順境該如何 逆境該如何 高位該如何 卑位該如何 如果要這麼精細的話 就在易經 如果要片面的了解 人應該怎麼存心 做事應該什麼規矩 那就是倫運 如果你要知道怎麼全變 不被那些妖言禍眾 給欺騙 那就是孟子 如果你要知道說 內在的心性是怎麼修持 那也許佛家的六祖談經 可以給你一個很好的指引 那總而言之 如果你把這些都結束之後 觸類旁通 然後在萬法皈依的時候 就一個字 就是人 今天講的這個課題 所以為什麼把它擺在 無悔人生裡面必談的課題 為什麼今天不是教你夫妻如何相處 父子如何相處 婆媳如何相處 各位你這個外面補習班很多 越講越亂 因為他沒有根本 越學越迷糊 對不對 當然同學有時候會問說 老師啊 那是不是跟你學完這個人 人搞清楚的人生就一帆風順了 可惜今天時間不夠 這些答案我今天本來都有準備 我相信絕對可以說服你 我相信不論順境內境你都無悔 古生先前就這麼厲害 但是我們時間不夠 所以我們學習要精進 要趁年輕 有精氣的時候有朝氣的時候 多體力分發 然後只要抓到正確的方向 我們就開始奔跑 開始努力 相信一定在很短的時間 就能夠粗類旁通 各位粗類旁通的時間 一定要比我短 因為我把這些都整理到 全部都貫通之後 交給你們 我跟你們講的任何一堂課 都是貫通的角度在說這個事情 你聽完你一定更容易貫通 所以只要努力就會有收穫 好 我們今天的課程的時間 已經超過太多了 好 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了 好 謝謝各位